他们带来的作品是 最后一战 庞朝天宝门间 玄宗独宠杨贵妃 贵妃对荔枝情有独钟 但荔枝大多生于 距长安五千里外的岭南 玄宗魏伯红颜一笑 特设专人将先荔枝 从岭南逐个驿站 转运至长安城 如今又一批献荔枝 送到了长安城外的 倒数第二站 蓝田义 看一眼 看一眼 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 一眼也不行 你别跑了 哎呀呀呀 看一眼 哎呀 行了 那我都说了 这荔枝是进贡给贵妃的 我跟你说出了点差错 那是猪九族的罪过 猪你九族跟我有关系吗 娘啊 你说人家诗人话吗 那咱一家人不得整整齐齐的呀 哥 你说这荔枝 我有没有可能吃一颗 你看我这脑瓜的有几颗 一颗 一颗也不行 一颗 可是我听说 这个荔枝可以让人变美 吃一颗胖脸 吃两颗胖身 那我可不能吃了 大家平时就说 我像杨贵妃一样美丽 那我要吃 不就给他咽鸭了 不吃不吃 我倒是听说呀 这荔枝啊 有药用价值 只要吃了这荔枝肉啊 就可以长生不老 哈哈哈 哎呀 你太吓人了 你又想长生不老 你不如上溪边堵那河上去呢 那我去了啊 谬哉 我听闻荔枝可以开发智力 增强记忆 最重要的是 还能长鸽 哈哈哈哈 啊 那那杨贵妃一天吃三百个荔枝 她岂不得高四百多米啊 那贵妃是塔呀 你就看一眼 看一眼 都在那 你就给我看一口嘛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活了半辈子了 连颗荔枝都没见过 娘这江湖郎伦中 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呢 你撑死是街道混不下去了 你为了撑那江湖行不行 你就忍心看你的弟弟 成为一个考不上功名的傻大哥 和傻小个儿吗 哈哈哈哈 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姐姐 因为吃不上荔枝 而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 天籁歌迹吗 哈哈哈哈 谁在用皮骨头走 不是 这个药都给你治好 我冒死开箱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们就不要再为难我的好哥哥了 我的哥哥不过是一个没胆量 没勇气 没担当 你没哥哥了 哈哈哈哈 好弟弟就看一眼 对呀 就看一眼 真的 行啊 看真眼 哎呀 行了 那平常在外面都分不清谁是谁的谁 现在一提立枝了 就得这个亲啊 哈哈哈哈 不让看就不看 反正我们也不过是为了住在这关家驿站才演得幸福一家人罢了 对 关家驿站的私藏社会闲散人员本来就是洗醉 咱别让他洗上家洗了 哈哈哈哈 哎 不是不让你们看 这不有封条吗 这都写着呢 大唐贡品禁止拆封 你这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叫唬呢 叫唬在哪儿呢 叫唬呢 吃都吃了 来都来啦 都是孩子 就看 一眼 哈哈哈哈 哎呀 那看吧 看吧 那我都说了 那都是坊间的传闻 那荔枝咋可能 没了呢 哈哈哈哈 你是哪 啊 原来这就是荔枝啊 刘兄 原来咱们每天呼吸的东西 就叫做荔枝啊 行了 别扯了 荔枝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呀 在 吊在哪儿了 找一找 来来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麦琪克 你来了 太好了 你快过来 你不是会变稀法吗 收嫌 我是一名 幻术师 哦 行行行 练练练 这样 你帮我把我这个箱子里的东西给我变回来 小彩一点好吗 好 好 小彩一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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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再去练习练习 快去练习吧你 完了 这不废了吗 哎呀 这荔枝啊 为的是不和贵妃一笑 现在这荔枝没了 贵妃的笑容就没了 贵妃的笑容没了 我们的脑袋也就没了 怎么办呀 我还在考证人呢 别慌 我有办法 咱们买一点荔枝装回去不就完了吗 好注意啊 所以荔枝长啥样 不知道 没见过呀 不让看不让看的呢 那我们大胆地推测一下 有没有可能贵妃有口音 她其实喜欢的是举个荔枝 水果 赤子李子栗子李 那有没有可能是红凤凰粉凤凰 好 咱们换个思路 想想当今圣上为何给这贵妃吃荔枝啊 为了让贵妃高兴啊 啥意思啊 那咱就要找一个让她高兴的东西装回去 不就完了吗 那就把我放进去吧 干啥呀 平时你们都说我可笑至极 你看我今天不笑是她吗 好业长 荔枝呢 好业长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来接力来了吗 她这破梗都比你好笑 不是 那个贤弟啊 不是应该我送到你那一站 然后你再送到长安吗 娘娘召集吃荔枝 能走一个时辰是一个时辰 荔枝呢 荔枝呢 荔枝凉吗 巧妙巧妙 那快给我吧 等会儿 你开箱了 是 太好了太好了 说实话 我一直不知道荔枝为何物 今天正好借着人凶的鲁莽 一饱眼福 贤弟没见过荔枝 那好吧了 快去找贤弟没见过的荔枝 这能行吗 他还得谢谢咱呢 谢谢啊 你看 菊爷 这就是橘子 我就先不吃了 荔枝 给我拿上来吧 他要的是荔枝 不是橘枝 要他没见过的荔枝 来了来了来了 荔枝来了 这是荔枝 这不荔枝 你这么解 这不荔枝这么解 对着你 那说的都是荔枝荔枝吧 原来荔枝是首都人啊 葡萄华摔这哈 正是正是 那个贤弟没见过荔枝 去找贤弟没见过的水果 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 这这这这是 太多了 你挑个没见过的拿走吧 这不是果栏吗 我都见过 不是荔枝呢 该不会是没了吧 丢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不把我也搭进去了 不是 贤弟啊 完了 是我非要来接力的 是我非要来看力智凉的 现在力智没了 我也凉了 哎 贤弟啊 贤弟 怎么回事啊 他人没事吧 怎么样 没事 这孩子心态崩了 用我们医学术语教 这孩子心态崩了 你这叫术语 怎么办怎么办呀 行了先别慌 这样 你们先走 说什么呢 要走一起走 不带着 不是 好贤弟平时带我不跑 我走了 他该帮我顶罪了 我知道 虽然我们只是名义上的一家人 但是这半载 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 你们走吧 我知道 你们放心不下我 好了 谁哭了 都给我走 走这么快吗 果然是一家人啊 走得整整齐齐的 贤弟 贤弟 贤弟你没事吧 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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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王冠道 小德不知独办大人到访 有失远迎 望大人恕罪 演艺官 这位娘娘的励志 为何迟迟未盗啊 小人有难处想向大人禀报 但是一两句话 说不清楚 那就三句 大人 他的意思是 事情很复杂 我知道 我在甩包袱呢 臣笑死 大人 那我就 长话短说 嗯 荔枝丢了 你看这不一句话 等会荔枝丢了 小的鬼神万死 你必死 说 什么时候丢了丢哪了 怎么丢的 我要知道 什么时候丢了丢哪了 怎么丢的 我那不就扔了吗 好大的胆子 还敢把荔枝丢了 闪了闪了 不是不是 此时 玉塔物馆 荔枝 在我这里 这个跳跳虎是 我是一名 来自西语的墨树史 买几颗 买几颗 不是 你快走啊 这么说 是你这洋人 把荔枝给弄丢了 真实在想 你可知你犯的 这是死罪 快把荔枝变回来 不然 我要洋人死 这是 你别整你那小菜一碟 这干啥呀 所以这是 有了 你干啥 这个偷啥呢 这个偷啊 演艺长荔枝呢 荔枝 荔枝马上就来了 不是 你能不能行啊 你还想不想要你这个 养脑袋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啥呀 准备好 准备什么呀 准备 准备啥 跑 跑啊 想跑 还想跑 拿下 严兄 多日未见 近来可好啊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傻大个是 在下 李白 自太白 好青年居士 乃我朝著名文学家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谁这么介绍自己啊 李白 李大人 信了 我们宦官大人是你的粉丝 幸亏幸亏 那以后也要多支持 我的新诗集哦 好赢好赢 一会儿回家 要注意安全哦 好充分哦 那我就先与我的朋友们 吃酒谈天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李白呀 我就演了个顶流 李大人 我这身旁的小丽呀 也是您的粉丝 不知可否为他做示意手啊 你干啥呀 大方的 好好好 感恩小丽 尊姓大名啊 王楠 赠 王楠 唐 李白 李白成舟 江玉行 护文岸上 卡歌声 桃花潭水 你身牵齿不急 你叫什么来着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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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请 哈哈哈哈 谢谢你 哎李大人 能不能给这个宦官 也坐视意手啊 你干啥 好好好 李白成舟江玉行 不是你一个魔板 你到处套啊 李大人 您这落款王广二字所谓何意啊 哎呀 白秘书啊 哪有秘啊 拿下 大人 大胆刁民还敢假扮李白 怎么不假扮杜甫呢 杜甫在此 拿下 大人小心 有刺客 小丰 小心 快来一句 忠人第一刺客 聂尹娘 忠人第二刺客 聂银 你俩是母女吗 少废话 妈咪来 大人相信 你护着我点 这边 这是什么门派 这可能是旋转门 高官 看招 你别动啊 让你别动 这刺客也太刺了吧 这不用我拿下了 这自己把自己拿下了 果然一家人 整整齐齐的 大胆一家人 竟敢弄丢荔枝 还想谋害本官 杀了 是 大人 这是小人的错 与他人无干 有干 我们不是他人 是家人 立志没了 火焰凉了 严谣大哥 你快跑吧 一会儿那个狗宦官来了 就来不及了 狗宦官吉下 这怎么还能自己定位呢 这还呀 虽然我们帮不上忙 但是要扛 我们一起扛 对 天塌下来 有王广顶着呢 天塌不了 谁 贵妃娘娘 贵宫营 贵妃娘娘 这怎么可能 这贵妃娘娘来了 咱们就给掉脑袋了 是我啊 大胆刁民 还眼上瘾了是吧 竟敢假扮娘娘 本宫听说这民间掀起了一股模仿本宫的热潮 或许有人可以模仿本宫的外貌 但绝没有人可以模仿本宫的才华 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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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跳这么一般 他们能信吗 真是贵妃娘娘 娘娘真是大唐宫廷第一舞蹈家呀 真是娘娘引领般的笑声啊 还敢质疑本宫 该当何罪呀 娘娘饶命啊 小的自打进宫以来啊 就未曾敢直视娘娘的尊容 这才冲撞了娘娘 娘娘小的罪该万死 那你死吧 娘娘 是这样的啊 是这帮刁民啊 把您的荔枝给弄丢了 袁医长 快 我 同时招来 你别说别人说自己的问题 我 小的 娘娘 小的来晚了 来的时候啊荔枝就丢了 就剩一些空箱子了 所以小的 啥都干不成 指望你有什么用啊 小的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问本宫 是本宫的事还是你的事啊 对啊 到底是谁的事啊 对啊 对啊 你的事 就娘娘你的事 非要吃什么什么荔枝 那李南的山都被你吃空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不得拿一些空箱子充术啊 哦 撩爆了 是不是撩爆了 你这是欺君大罪啊 欺君之罪 我当然知道 那我能死吗 我怎么办 我就得拿着顶包啊 到时候怪罪下来 就是你们这帮刁民给弄丢的 哦 果然是狗官 乌齐 乖嘞 说谎还很奇怪 你这公公一看就不是好人 就是 你这公公一看就不是好人 你就是 啊 气死我了 你们就非得这么刻板印象吗 啊 公公就非得是坏人吗 啊 公公就非得夹嗓说话呀 这声音怎么混合啊 不是他刚才一直在夹嘛 他是个夹子 那么为了迎合你们的刻板印象嘛 我是不夹了 我跟你说这个班谁愿夹 是假 谁假 我会假 王拿车 走了吗 太好了给他们骗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明你太厉害 你跟谁学的呀 啊 我之前打工的掌柜都是这么说话的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所以我们快跑吧 啊 啊 为什么还要逃跑呀 那荔枝 虽然是被那狗换官弄丢的 但是朝情知晓了 怪罪下来 会牵连到我们的 说的对 咱们一起逃吧 你这一点剧情没打误是吧 一起走 目标太大了 是 家人们 这半载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 这样 我们兵分几路 组成几个小队 隐姓埋名 红尘作伴 那 让我们活得潇潇洒洒 那 我们两个傻个儿就一起 回去继续上学堂 我也去山谷 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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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 那我去哪儿呢 不如 跟我们去长安的职场 闯一闯 真不错 那 那 你呢 我 爬烫山 有个兄弟 在等我 保重 杨平哥 雨莎莎 郭甲全 孔灵梅 刘琪 王广 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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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吉克英杰公 咱们 就此别过 江湖 在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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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哭得呀 来 我们给这个作品投票 3 2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九条命全体 好 好 你好 辛苦了 他们哭一会儿 最后两句话说中了 大家好 我们是九条面 咋了这是 对啊 每次我们走台时候啊 就说这两句就是我一走 然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 本来正常是我受不了 我每次一转过来 他们一喊严佩伦 我就 叫不下去鸣 然后这两天其实我有点脱鸣了 然后他们又有点受不了了 就是还是觉得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作品了 然后真的我们九条命虽然成绩平平 但是我们这一家人这个心呢还是火热的 所以说最后这个这几句话 其实有点戳到我们每个人了 因为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嘛 十不相瞒我也眼眶红了一下 因为我特别能体会这种比赛 完了大家同吃同住 待了一段时间 完了之后马上最后一个呈现了 呈现完之后就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 那种感受 而且中间的那些这个 有好多的巧思 这个演的就更不用说了 特别好 恭喜 谢谢太哥 咱们说说这作品好不好 好好好 从贵妃开始 因为我们九条命呢 在这个节目到现在 我们老是没穿过漂亮衣服 我们老是在那个现代的场景里边逛的 然后昨天第一次穿这个衣服给高兴坏了 我们像那种景点里边的NPC 贵妃娘娘 我从来没有演过贵妃 然后也没有 好美 好美 谢谢大家 就是因为在唐朝嘛 那我高迪也是个美女 现在也是 一级登席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个作品完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小小的在这个舞台上的小梦想 说说说说 我一直有一个武侠梦 我特别想演一个这种古代的这种市景的这种感觉 而且里面我们两个也有武侠的一点点的部分 我就说想演一个反派 我就一直想在台上正儿八经的变个魔术 卖几颗 我就想演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就想把我的家乡画带到这个舞台上 葡萄华摔嘴 王楠说两句 那个 其实我那个当时问角色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编剧阿兹老师有问过我就是想演什么角色 其实我没有啥要求 就是能给我个角色演 我能跟就是《九条命》 我们大家能一起演就已经很幸福了 而且我作为 不是跟 啥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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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你是你 王楠是《九条命》里边的第十条命 王楠 王楠 今天那个佑维哥在上台前 他还跟我说说 《九条命》一直都是实权实美的 他从来不说这种话 谢谢 王楠 来 我们听力量的各位老师 博哥先开始 佑维 这次还是挺经验的 你这样 就用刚才在台上的那个 做一个自我介绍就行了 好用 好用 来吧 不是 这是重刻板印象 这是眼睛 那个 我跟你们说 这就是张荣维他自己最舒适的地方 你夹一个口 你不要这样 张荣维 刚才在后边他们背场的时候 又为可兴奋了 他说 我终于演到我最想演的这个角色 不是 是有一些误差 我当时我跟那个我们编剧老师说 我说我挺想演一次反派 阿兹老师说 行 没问题交给我了 过往那儿过来说 你演个太监 阿兹老师还是厉害啊 就一下能够抓住人的那个根 你干啥呀 大鹏导演 好 下一部戏你用谁 你挑 来 你挑 下一部戏 然后讲天保十四年这些所有的事 我跟兵哥我们俩就对了个眼神 唐朝天保年间 我下一部戏长安的荔枝 就是拍圣人准备在贵妃生日那天 让他吃上一口领南的荔枝 这个故事 那你不需要贵妃的人选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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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面 连杨贵妃在高丽氏 在李白这就到齐了基本上 所以我会努力的 也欢迎各位 能够来到电影里面去玩一下 一起创作 谢谢你们 谢谢了 康哥 你喜欢谁的演技啊 关键是我不是导演 我喜欢谁也没有用 我未必能安排他进去 喜欢我确实都喜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特别特别精彩的瞬间 我从那个洗衣开始 我就觉得盐培伦一直在模仿你 哦 对 马老师那时候说过 然后还在一起时候模仿一下 但是我摊牌了 我摊牌了 我劝大家轻易别模仿我 很容易就超约 不是 但是我这个我后来想不是说那个去刻意地模仿腾哥 首先我跟腾哥我俩都是老乡 我是其他二的 再一个可能就是优秀的人可能总是有点相似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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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偶像 你上次说你是呼伦贝尔的 你没说过你还没说过 不是 那个我 你们海浪 我是呼伦贝尔 但是我祖籍是齐齐哈尔 真的 不是 我这必须说一下啊 我不是为了腾哥的肉 我是达沃尔族 达沃尔族一部分人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一部分在齐齐哈尔的富裕县 一部分全国走 反正哪儿都行是吧 一部分在这在这扯呢一部分 到结局的时候不是你们感动 我下一次一到开始感动了 我第一个不是看你们 我赶快回头看嘉宾 一看果真 又是盈盈光光的闪着小泪花 就是这么一头看 整个又是一季 看到大家这个从开头到锋芒毕露 到精彩这个层出不穷 然后到今天的小阶段的告一段落 这个真的是那一句江湖再见 希望后面无论是在舞台上 还是在以后的我们各个片场 能够见到大家精彩的身影 我们后会有期 对我是一直看着咱们这个 从无到有一直到今天这个样子 很难受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离别的人 退伍的时候我哭了七个小时 眼睛都哭出眼睛来了 所以特别不想看到这个 但是大家通过这个大家的努力奉献出这么多的作品 尤其这里面有我特别喜欢的演员 然后你们又这么团结 选喜剧没错 为什么 因为喜剧人特别团结 一路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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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好 老师 我是从第一期看着大家 就是里面有很多也有很多我喜欢的演员 可能你们之前没看游戏 我就不提了 你提一下吧 让人高兴高兴 我提一下 我怕有人不高兴 那其实不会 我以前也老这么这个胡思乱讲 其实不会 你提点谁了 尤其那个人 以后出来了 他就会特别记着你 如果没被提点到的 我觉得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不是 要是没提到的 人家后来出来了怎么办 说明咱眼光不行啊 眼光不行啊 就真的是有感情了走到现在 到最后介绍每个人的时候 就相信只要是观众 每个人都会感动 加入到喜剧这个大家庭 以后你们的生活通过这个平台 会有变化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对 就是我一直在想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会泪目 我在想因为是在最后 你叫了每一个人的名字 余莎 郭甲全 孔灵梅 刘琪 我觉得那个名字是代表每一个 角色背后的演员自己 咱们就此别过 江湖 再见 江望于江湖的那个部分 和前面的那个笑声 其实那才是完整的喜剧 在一个节目里面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形成了一个宇宙 特别是你们Q掉每个人 就回到之前的那个作品里面去了 我们两个傻客就一起 回去继续上学堂 也没有我呀 我想吃山谷 山谷 山谷 那我去哪儿呢 不如跟我们去长安的职场 闯一闯 我搭趟山 有个兄弟在等我 这半载和你们相似的很开心 特别是你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叫九条命 每一个演员承载的都有999条命 代表着他一辈子演的所有的这个角色 但是只有在背后的那个人 叫到自己名字的时候 才是这个演员自己 所以在那一刻回到演员自己的这个 自我里边 大家都一下子会特别特别的感动 每一个努力的演员 都是值得被看见的 谢谢了 谢谢你们 看你们一帮人当天在舞台上 像作品里说的一样啊 一家人整整齐齐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 本季美团团购 还有最后一个口令词 适合你们作品 那此时此刻 所有的观众朋友 打开美团MP搜索 一家人整整齐齐 60分钟全身按摩 39块9毛起 更多优惠团购 等你来搜 喜人毕业大戏 一家人整整齐齐 美团团购 吃喝玩乐福利 也都整整齐齐等着大家 感谢美团团购 那我们就谢谢九条命 谢谢老师们 谢谢九条命 感谢 谢谢九条命 在喜人奇妙夜 一路以来带给我们所有精彩 谢谢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江湖再见 辛苦了 谢谢 拜拜 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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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过 搞定了朋友们 我的家人们 我的爱人们 最后一场演完了 大家现在心情怎么样 这会是懵的 对 就是演完刚刚包括 从套个台下来那一刻 有点 还真有点不舍 对 就那种说不上来 我就再看一眼就完事了 哎呦 太厉害了 那到现在为止 本季喜人奇妙夜所有作品 已经汇报表演完毕 最终的结果如何 我们喜人奇妙夜 荣誉之夜 一会儿见 你真逗 好 咋还没用 美团团购 感谢 啥店都能团 团啥都能省的 美团团购 独家冠名播出 美团团购 店好多 省好多 摆个床